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你们亲爱的小编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是合约男女 女主角是一个准备结婚生子的集团大boss 这天她查到她的男朋友居然和公司的秘书在一块了 于是她就来看了看 顺便提了分手 之后女主角就很难过 觉得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都是不可相信的 而刚好女主角的闺蜜单亲妈妈的一生女 从国外传来了视讯电话 炫耀自己和孩子过得很好 而且还交了新的男朋友 于是女主角就灵机一动有了新的想法 就是谁说一定要结婚才能生孩子呢 就算不结婚也可以养孩子啊 更何况结了婚也是会离婚的 然后还会变成单身妈妈 这样和不结婚直接生孩子有什么区别吗 于是女主角马上开始安排她的助理帮她找人 她要进行人工受孕 可是助理不知道是不是脑子有坑还是怎样 找来的人都是奇形怪状的 这样女主角很是不满意 反正女主角带着助理离开了面试会场 就在这时一个被女主角裁掉的员工 拿着美工刀就想杀掉女主 是不是傻呀 裁都裁掉了 大不了再找个工作嘛 现在可好 把自己都赔进去了 在这个时候 英雄救美的场面就出现了 我们的送货员男主角就闪亮登场了 就连躲到的姿势都和在舞会上跳舞一样 真的是很梦幻了呀 接着呢 员工就被快递箱给绊倒在地 开始哭诉 被裁了之后就无法养孩子了 她也是单亲妈妈 好可怜的嘞 这是在解释嘛 好吧 不过呢 这要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这位员工应该已经要坐牢了吧 电影呢 总归是电影 为了显示女主的大气 她放过了员工 还给了她一笔钱 一转头 女主角发现了男主角的存在 感觉长得还不错 于是呢 她就让助理安排和男主角签合约 并且给她很高的报酬 而正好男主角缺钱 帮她的侄子付医药费 看看 世界上的巧合就是这么多 所以呢 男主角就立马答应了 随后女主角将男主角留在了身边打杂 先观察一段时间 而男主角也不出意外的 让女主角非常的满意 直到有一天 男主角陪女主角去疗养院 看她爸的时候 她发现她的爸爸很想家 于是就自作主张的 将她爸接回家里住 当女主角发现之后 自然觉得很生气了 我的家务是 管你毛线事啊 随后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男主角就跑了 事后女主角找到男主角说 我们是签了合约的 不执行的话就要赔钱哦 然后告诉了男主角 把爸爸送到养老院的理由 然后呢 男主角就明白了女主角的苦衷 并且道了歉 之后两个人一起出国游玩 借此来培养感情 接着她就在闺蜜的帮助下 进行了人工授育 过了一阵子 女主角真的怀孕成功了 就在庆功宴上 男主角忽然很想 永远地陪着女主角 但是女主角没有回应 而是独自想了一个晚上 最后还是拒绝了男主角 可是女主角在布置 小孩子房间的时候 小宝宝就飞走了 然后她就悲痛欲绝 想要自杀 就在这时 闺蜜发现她不见了 并找到男主角 结局肯定是大团圆了 男女主角不仅在一起了 还有了两个宝宝 好不欢快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还有喜欢的宝宝不要忘记点赞关注评论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